哈囉大家好 先前我們比較過各大電信的5G訊號涵蓋 發現台灣大各大的5G訊號涵蓋率是最高的 不過對於網速的部分 有不少網友是覺得不太理想 那到底跟中華電信的5G差多遠呢 愛蓁趁著這次過年的時候 就南下到彰化市進行一番5G的定點對比測速 在本次的測試中選了以下8個地點 其實也不是選啦 就是經過哪裡測哪裡 因為我就只有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可以測速 那中專手機呢 還是這台紅米K30 Pro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跟我反映這台沒全屏沒CA 好在我已經買回ZenFone 7了 這是最後一次用這台K30 Pro測速啦 那為了公平 待會測速我都有放網路信號大師的畫面 各位在下行的部分 可以觀察NR測跑速的速率 那我們就開始囉 你可以不要看問你 你開動過一隻身 你不停的 zumindestない時 你不停的 你不停的 不停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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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因此速度表现上当然会只比只有60MHz频关的台湾大高大来得好 不过从这次八个地点的实测数据看起来 中华在NR测下行网速只比台高大快约40% 可见台高大的5G建设还是很猛的 尤其是那讯号涵盖 除了N78之外 现在在一些商场还可以看到N28的室内覆盖了 虽然整体测起来官方的涵盖图可能还是有点高估了 但在非六都地区台高大确实是要领先中华很多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台高大的5G讯号确实是更好一些 如此也能提高5G打进室内的几率 像这回我们也有在室内测试嘛 中华就因为讯号没那么好 只剩下230MHz了 总之现在5G在手机上的实质应用其实还没有出来 所以对于大部分民众申办5G 能先看到5G符号出现 肯定是要比5G速度能跑多快来得重要 那台高大在这边就蛮有优势的 然后近期远传也慢慢追上来了 甚至台湾之星最近涵盖区域也有扩大了 反观是中华电信不晓得为什么 最近一两个月的建设似乎变得缓慢很多 那就要再加油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次爱珍在彰化室的测试 下一回预计又会到苗栗室测试 还记得去年8月我去过一次嘛 那时候各家业者都还没什么讯号 如今连台湾之星在那边都有5G基站了 咱们到时就来个4家业者的市区15分钟录测吧 看看在这种比较小规模的市区 各家的5G建设到哪边了 那现在ZenFone 7也已经来了 就不会再有没频段没CEA的问题了 好了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爱珍 下一回5G我们苗栗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